是心与心锁 皆灭尽的禅定 以及六四之心作用 皆灭尽的精神统一状态 它不起有漏心事分别 照见 接下来 请收看经典读诵 请 fraud 吼 骗吼 等骗吼 即 骗即 等骗即 欲众天花 天香 天墨香 天花蔓 天衣 天宝 天庄严俱 作天祭月 放天光明及天音声 事实 十方各过十佛叉 维成树世界外 有万佛叉维成树佛 同名法会 各献其身 在法会菩萨前 作如誓言 善哉善哉 法会 如于经者 能说此法 我等十方 各万佛叉 维成树佛 亦说是法 一切诸佛 惜如是说 如说此法时 有万佛叉 维成树菩萨发菩提心 我等经者 惜受奇迹 于当来世 过千不可说无边节 同一节中 而得作佛 初心于世 皆好 清尽心如来 所住世界各个差别 我等惜当护持此法 令未来世一切菩萨 未曾闻者 皆惜得闻 如此娑婆世界 似天下须弥顶上 说如是法 令诸众生 闻以受化 如是十方百千亿 那由他 无数 无量 无边 无等 不可数 不可撑 不可思 不可量 不可说 尽法界 虚空界 诸世界中 亦说此法教化众生 其说法者 同名法会 其以佛神利固 世尊本愿利固 为欲显示佛法固 为以至光普照固 为欲开产十亿固 为令正德法性固 为令众慧西欢喜固 为欲开示佛法因固 为得一切佛平等固 为了法界 无有二顾 说如是法 而时 法会菩萨 普观尽虚空界 十方国土 一切众慧 欲显成就诸众生固 欲显禁制诸业果报固 欲显开显 清净法界固 欲显拔除 杂染根本固 欲显增长 广大性解固 欲显令知 无量众生根固 欲显令知 三世法平等固 欲显令观察涅槃界固 欲增长自清净善根固 成佛威力 己说颂言 威力世间八大心 其心普遍于十方 众生国土三世法 佛及菩萨最圣海 就近虚空等法界 所有一切诸世间 诸诸佛法皆网易 诸是发心无退转 慈念众生无战舍 敌诸脑海普饶易 光明照世为所归 实力护念难思义 十方国土西去入 一切色行皆世现 如佛福治广无边 随顺修音无所拙 有差养住或旁复 粗妙广大无量种 菩萨一发最上心 悉能枉易皆无碍 菩萨圣行不可说 皆勤修习无所住 建一切佛常心药 普入于其深伐海 哀鸣舞去诸群生 定处购会普清静 寿龙佛种不断绝 催灭魔功无有余 以助如来平等性 善修为妙方便道 于佛境界起信心 得佛灌顶心无拙 两族尊所念报恩 心如金刚不可举 于佛所行能照了 自然修习菩提行 诸去差别想无量 业果极心亦非依 乃至根性种种书 一发大心息明鉴 其心广大等法界 无依无便如虚空 去向佛至无所取 地了实际离分别 知众生心无声响 了达诸法无法响 随谱分别无分别 亦纳犹差皆枉意 无量诸佛妙法葬 随顺观察昔能入 众生根形弥不知 到如是处如是尊 清静大愿横相应 要共如来不退转 人天见者无焰足 常为诸佛所顾念 其心清静无所依 虽观身法而不取 如是思维无量节 于三世中无所酌 其心坚固难置举 去佛不提无障碍 只求妙道除蒙祸 周行法界不告牢 知语言法皆极灭 但入真如绝意解 诸佛境界昔顺观 达于三世心无碍 菩萨始发广大心 极能骗往十方差 法门无量不可说 智光普照皆明了 大悲广度最无比 慈心普遍等虚空 而于众生不分别 如是清静由于世 十方众生息未安 一切所作皆真实 横已尽心不亦语 常为诸佛共加护 过去所有皆意念 未来一切息分别 十方世界普入中 慧度众生令出离 菩萨具足妙至光 善了因缘无有疑 一切迷惑皆除断 如是而犹于法界 魔王宫殿西摧破 众生意莫闲除灭 离足分别心不动 善了如来知境界 三世以往西已除 于如来所起尽性 以性得成不动志 至清静故解真实 为令众生得出离 尽于后继普饶意 常时勤苦心无厌 乃至地狱亦安寿 福至无量皆具足 众生更与稀了之 其足夜行无不见 如其所要未说法 老之一切空无我 慈念众生恒不舍 以大悲为妙音 普入世间而言说 放大光明种种色 普照众生除黑暗 光中菩萨做莲花 慧众产阳清静法 于意茅端现重叉 诸大菩萨皆充满 众慧智慧各不同 惜能明了众生心 十方世界不可说 一念周行无不尽 立意众生供养佛 于诸佛所问生意 于诸如来做富想 为立众生修觉行 智慧善巧通法葬 入身至处无所拙 随顺思维说法界 经无量节不可敬 至虽善入无处所 无有疲艳无所拙 山是诸佛家中生 正得如来妙法生 虎为群生献重色 譬如幻师无不作 或献始修殊胜行 或献出生及出家 或献树下成菩提 或为众生试涅盘 菩萨所著西游法 为佛境界非二称 身与异想皆已除 种种随夷西能限 菩萨所得诸佛法 众生思维发狂乱 置入实际心无碍 普献如来自在立 此于世间无余等 何况附增殊胜行 随为具足一切智 以或如来自在立 以住就近一称道 深入为妙最上法 善知众生实非实 为利益故献神通 本身片满一切岔 放尽光明除事案 譬如龙王起大云 普遇妙语西冲恰 观察众生如幻梦 以夜力固长流转 大悲哀鸣 贤旧拔 未说无为尽把性 否利无量此亦然 譬如虚空无有边 为令众生得解脱 一节勤修而不倦 种种思维妙功德 圣修无上第一页 与诸圣行恒不舍 专念生成一切智 一生视线无量身 一切世界西周片 其心清静无分别 以念难思立如是 与诸世间不分别 与一切法无妄想 随观诸法而不取 恒就众生无所度 一切世间为是想 与中种种各差别 知想境界显且深 慧陷神通而就托 譬如幻师自在里 菩萨神辩亦如是 身片法界极虚空 随众生心迷不见 能所分别二距离 杂染清静无所取 若福若解至希望 但愿普与众生乐 一切世间为想力 以致而入心无畏 思维诸法亦复燃 三世推求不可得 能入过去必前迹 能入未来必后迹 能入现在一切处 常情观察无所有 随顺涅槃及涅法 助于无真无所依 心如实际无欲等 专向菩提永不退 守住圣行无退阙 按住菩提不动摇 佛吉菩萨与世间 尽于法界皆明了 欲得最圣第一道 为一切至解脱亡 应当速发菩提心 涌进猪肉力群身 去向菩提心清静 风德广大不可说 为力众生故称数 如等诸贤因善听 无量世界尽为尘 第一尘中无量差 其中诸佛皆无量 惜能明见无所取 善知众生无声响 善知言语无语响 与诸世界心无碍 惜善了知无所拙 其心广大如虚空 于三世世心明达 一切疑惑皆除灭 正观佛法无所取 十方无量诸国土 一念往意心无浊 了达世间众苦法 惜诸无声真实记 无量难思诸佛所 惜往秉慧而敬业 常为上手问如来 菩萨所修诸愿行 心常意念十方佛 而无所依无所取 恒劝众生众善根 庄严国土令清静 一切去生三有处 以无碍眼闲观察 所有习信诸根解 无量无边欺明见 众生心要欺了知 如是随意未说法 与诸忍尽皆通达 令彼修至入余道 无量无数诸三昧 菩萨一念皆能入 于众想至极所缘 惜善了知得自在 菩萨获慈广大智 极相菩提无所爱 为欲利益诸群生 处处宣扬大人法 善知世间长短节 一月半月即昼夜 国土个别性平等 常情观察不放异 普逸十方诸世界 而于方处无所取 严禁国土习无余 亦不曾生尽分别 众生逝处若非处 即以诸夜感报别 随顺思维入佛里 于此一切稀了知 一切世间种种性 种种所行诸三有 立根即与中下根 如是一切闲观察 敬与不敬种种解 胜裂集中西明鉴 一切众生至处行 三有相续皆能说 禅定解脱诸三昧 然尽阴起各不同 即以先世苦乐书 尽修佛里闲能见 众生夜获续诸趣 断此诸趣得极灭 种种漏法永不生 并其喜种喜了知 如来烦恼皆除尽 大致光明照于世 菩萨于佛实力中 虽未证得亦无疑 菩萨于一某孔中 普现十方无量差 或有杂染或亲近 种种夜作皆能了 一围城中无量差 无量诸佛及佛子 诸岔个别无杂乱 如依一切西明鉴 于一某孔见十方 尽虚空界诸世间 无有一处空无佛 如是菩萨西清静 于毛孔中见菩萨 复见一切诸众生 三世六趣各不同 昼夜月时有福解 如是大致诸菩萨 专心去向法王位 于佛所住顺思维 而获无边大欢喜 菩萨奔身无量意 供养一切诸如来 神通变现甚无比 佛所行处皆能住 无量佛所皆赞扬 所有法葬悉单位 见佛文法勤修行 如饮甘露心欢喜 以获如来圣三美 善入诸法至增长 信心不动如须迷 普作群生功得葬 慈心广大骗众生 悉愿集成一切志 而恒无着无依处 离诸烦恼得自在 哀悯众生广大志 普摄一切同于己 知空无相无真实 而行其心不懈退 菩萨发心功德量 以劫称阳不可尽 以出一切诸如来 独觉身闻安乐固 十方国土诸众生 皆惜师安无量劫 劝持五戒及时善 四禅四等诸定处 赋予多节施安乐 令断诸祸成罗汉 比诸福聚虽无量 不予发心功德比 又叫义众成缘觉 或无真行为妙道 以彼而叫菩提心 算数辟喻无能及 以念能过成数差 如是金鱼无量劫 此诸差数尚可量 法行功德不可知 过去未来及现在 所有劫数无边量 此诸劫数有可知 法行功德无能测 以菩提心片十方 所有分别弥补之 以念三世西明达 逆亦无量众生故 十方世界诸众生 欲解方便亦所行 即以虚空即可测 法行功德难之量 菩萨志愿等十方 慈心普恰诸群生 习使修成佛功德 事故其理无边际 众生欲解心所要 诸根方便行个别 与一念中稀了之 一切智智心同等 一切众生诸获业 三有相续无占断 此诸边际尚可知 法行功德难思义 法心能离业烦恼 供养一切诸如来 业或寄离相续断 朴于三世得解脱 以念供养无边佛 亦供无数诸众生 喜以香花极妙曼 宝闯斑盖上衣服 美食真作金行处 种种供便其言好 毗卤遮那妙宝珠 如意摩尼发光药 念念如是持供养 经无量节不可说 其人福聚虽富多 不及八心功德大 所说种种种辟誉 无有能及菩提心 以诸三世人中尊 皆从发心而得身 发心无碍无其限 欲求其量不可得 一切致志事必成 所有众生皆永度 发心广大等虚空 身诸功德同法界 所行普遍如无益 永离众着佛平等 一切法门无不入 一切国土习能网 一切至尽贤通达 一切功德皆成就 一切能舍恒相续 尽诸借品无所拙 具足无上大功德 常情精进不退转 入身禅定恒思维 广大智慧共相应 此是菩萨最圣地 出生一切普贤道 三世一切诸如来 弥补护念初发心 习以三昧陀罗尼 神通变化共庄严 十方众生无有量 世界虚空亦如是 发心无量过于比 事故能生一切佛 菩提心是实力本 亦为四变无畏本 十八不共亦复然 莫不皆从发心得 诸佛色相庄严生 即以平等妙法身 智慧无浊所应共 惜以发心而得有 一切独觉身文称 色界诸禅三昧乐 即无色界诸三昧 习以发心作其本 一切人天自在乐 即以诸去种种乐 静定更丽等重乐 弥补皆由出发心 也应发起广大心 则能修行六种度 劝诸众生行正行 于三界中受安乐 祝佛无碍十亿志 所有妙夜闲开产 能令无量诸众生 西断霍叶向涅槃 智慧光明如近日 众恨巨足有满月 功德常淫辟巨海 无垢无碍同虚空 普发无边功德愿 心与一切众生乐 静未来寄医愿行 常情休息度众生 无量大愿难思义 愿令众生息清静 空无相愿无依处 以愿力故皆明显 疗法自信如虚空 一切极灭息平等 法门无数不可说 为众生说无所拙 十方世界诸如来 息共赞叹出发心 此心无量得所言 能到彼岸同于佛 如众生数而许节 说其功德不可尽 以诸如来广大家 三界诸法无能欲 欲知一切诸佛法 已因速发菩提心 此心功德中最甚 必得如来无碍智 众生心形可属之 国土为成亦复然 虚空遍迹乍可粮 八心功德无能测 出生三世一切佛 成就世间一切乐 增长一切胜功德 永断一切诸疑祸 开示一切妙境界 尽除一切诸障碍 成就一切清净差 出生一切如来至 欲见十方一切佛 欲失无尽功德葬 欲灭众生诸苦恼 已因速发菩提心 大方广佛华言经 出发新功德品 佛法浩瀚无牙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有户人家 多数人都染上风寒 家中有位长者知道 阿摩罗果可以治风寒 便拆仆人去过园采满 出发前他叮咛着 你跟园主人说 要挑选甜美的果子 还没有成熟的不要穿 仆人听了点点头 客人请放心 从我手里卖出去的果子 都非常甜 你可以随意拿一颗试吃 就知道我们这儿 是真诚无期的 老实的仆人 还是怕园主骗他 想了想说 如果我只是吃一颗果子 怎么知道其他的果子 也是一样甜美 我要每一颗都是吃 如果甜美的 才买下来 客人固然周到 但是果子被咬过后 就不能再拿出来买 如果是难吃的果子 你咬破了再还我 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本来是甜美的 被你咬破了 那就万万不能退还了 当然咯 难吃的我才还你 甜美的我一定买下来 于是仆人把每颗 安摩罗果都咬一口 觉得每一颗果子 真的香甜甘美 马上高兴地付钱 然后拎着满筐 咬破的果子 匆匆回家 张热听见沉重的脚步声 知道仆人回来了 提高声音问 甜美的安摩罗果买到了吗 买到了 真的每颗都很甜美 我都检查过了 那果园主人真不愧为老少无妻呢 仆人得意地回答 长者靠近一看 发现满筐果子都被咬了一口 心中只觉一阵恶心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叫这仆人去买果子了 学佛多一点 请爸爸妈妈问孩子 如果自己是买果子的仆人 会怎么做 和孩子讨论做事的方法 教孩子并用智慧做事 不能只看见事物的表面 更不能自以为是 以免把原本美好的计划打破 如同青年守则中强调 服从为负责之本 负责任的基本条件应建立在 做事不马虎 不需要别人监督 能以智慧全力以赴 正确执行顺利达成任务为终止 佛门五界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无妄语 及不喝酒无相 其中妄语是指心口相为 言不称识 欺狂他人 也就是不诚实 不妄语的人可以获得六种果道 一 仁天爱戴 受别人敬仰 二 说话口齿清晰伶俐 三 储重安泰 说法无畏 四 成佛可得四十颗牙齿 五 辩才无碍 六 素成佛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